好 我們今天一起來 虎腦洞洞腦 那麼防失智 健忘 偶爾還可以 對 到底健忘跟失智 會不會畫上等號呢 不過先請教教練老師 剛剛我們講說 先生都寫你 他講話的人說 路上還是說 你覺得你有失智的危險 他現在用最毒的兩個字 你失智了 我最氣 那個是我的地雷 你怎麼可以講這樣話 可是因為你確實有 就是常常會一直講 講不停啊 不不不 那是說他 我如果說 母太后如果說 電鍋有熱飯 記得吃 這時候他要說 娘子我懂了 對不對 娘子謝謝了 我聽到了 我 因為男人都是這樣 他在看著他在做大事 都沒有給你回應嘛 所以我才會一講再講 各位男士請代表 現在請你們認真聽我講 要點個頭 有聽到嗎 有 這樣說你沒有點頭 我會一直講 不要因為這樣就說我失智 所以要點頭 要他點頭才讓他有聽到就對了 是不是 那我就安心嘛 就是這樣 所以你覺得你沒有失智就對了 沒有啦 所以他如果講過失智 我說你才失智 對 我是你的誰 他說我不認識你 又要吵架了 又要吵架了 好啦 意思說我平常也很注意健康養生對不對 所以我保證失智不會找上我 是因為我舞動人生 舞動 第一個就是每一天去游泳 每個禮拜跳一次街舞 所以在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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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那個整個身心的細胞都在跳躍 對 然後我也知道游泳的時候腳 腳 腳前面要墊著 走路啊等等 等一下我們會跟大家講 聽說這樣墊腳可以當失智 對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來去演講 上通告 像這樣來玩多好玩 可以以後再多找我來玩嗎 好 順便自入行銷 第三就是心會動 因為我們每天都有在寫作 看書 或者是在動動腦筋 想一些問題等等 所以心有在運作 互動就是我很注重跟家人朋友的 一些關心 支持等等 還有攪動 那就是了 我吃早餐 至少一個小時 慢慢吃慢慢吃 慢慢咬 為了不失智 聽說咬一咬 可以讓身心全部靈活 太刺激對不對 應該是吧 應該講慢慢吃有一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說你胰島素 你吃東西進去 你胰島素的分泌會慢慢出來 那你一下吃很多太大 你的血糖就突然就高起來 如果你的胰島素耐受不良的話 那你慢慢吃 對一個胰島素的分泌 它會慢慢來 對一個 我們知道三高對失智也不好 對 對 所以你這五動男生 大家要參考一下 對 那我們黃淑慧老師呢 他剛剛講說他裡面大概有四項 而且好像落在紅色這邊比較多 是啊 好危險 那怎麼辦呢 院長 其實也不要那麼緊張啦 因為我們講失智或是正常的遺忘 所以他是健忘還是失智 這應該是一種正常的遺忘 就是說你可能事情太忙了 你把一些東西忘掉了 就是我們跟我們健忘是嗎 對對對 那像我常要幾例說 我們常常會擔心說失智失智 他說我昨天晚上吃了飯 好 今天早上想不起來 昨天晚上跟人家吃飯 這個事情我知道 跟隨吃飯我都知道 但是吃的第幾道菜 第一道菜是什麼 是冷盤 第二菜是龍蝦 第三菜是什麼 這個我記不起來 有點難 這個應該沒有那麼重要 就可以不用記得吧 對 沒錯 但是你這個很重要 第一道是龍蝦 你可能就很 你喜歡吃 你可能會記得很清楚 但是 這是所謂的健忘 但是你昨天晚上 有沒有吃飯這件事 不見了 都忘掉了 那就失智這樣 那還好嗎 我只是健忘 不是失智 對 所以我想說 應該健忘跟失智的差別 就是說大大事情 所以擔心自己太健忘 恭喜你沒有失智 所以剛剛可以從院長 講這個Case來做一個區分 對 就是說 失智就是一個很細節 很大的東西 你都不見了 健忘的話 可能一些小的細節 你不見了 那接忘久了 會不會變失智 其實沒有相關 就行了 那像我常常說 如果到免診來找我 說醫師我是不是有失智 那我大概八九成 說你不是失智 會認了他有失智來看 都不是失智 真的嗎 反而就是家人帶來說 這個有問題 那多半是有失智 對 那中醫楊教授怎麼看健忘呢 健忘的話 一般來講就 腦部的血液循環差 就是睡眠不好 睡眠不好 你在記憶上就會有問題 對 那一般有時候 藥物的引起也會 藥物的副作用 藥物的副作用也會 壓力 那主要就是說 像一般來講 除了正常以外 大部分都是因為老化引起 那老化引起 在中醫裡面講就氣血 還有它的水分的一個代謝上出了問題 好 教授這樣聽起來 如果氣血比較不足的人 比較容易就血液循環比較不好 是失智的高危險群嗎 對 因為一般目前為止大概治療失智症的一些藥物 主要是針對腦部的血液循環 所以這時候氣血要足就對了 對 就腦部血液循環好一點 大概就比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 六動也可以嗎 可以啊 反正就是要動 就是要動就對了 那也要健康的吃就對了 謝謝我們教授 那怎麼吃呢 我們今天中西一起聯手幫大家補一下 那我們要請教黃淑慧營養師 吃這一些是真的很補嗎 對 不叫做很補啦 對 要補腦 要補腦 讓我們的腦部不要 不是補身材 對 補腦就好了 讓我們的腦力維持住 對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就統合了 大概有一些營養素 跟腦部的功能維持有關係的 第一個其實是Omega3脂肪酸 那代表裡頭 因為Omega3脂肪酸有三種 一個是DHA 一個是EPA 還有一個是次亞麻油酸 都可以放在Omega3脂肪酸這裡頭 那其中我們在海馬灰裡面 或者是在我們的視神經上面 或是在我們的腦神經上面 看到比較多的是DHA 會在那個地方有存機 所以會認為說 它應該跟腦部的功能維持有關係 所以這個可以補海馬灰 對 這個地方 那它除了說直接補海馬灰 最主要是它本身是可以抗發炎 你知道我們現在很多慢性疾病 都是因為身體發炎引起的 所以如果我們有Omega3脂肪酸 可以進來的話 可以抵消我們發炎的狀態 其實就可以延緩腦部的退化 所以其實一些含有Omega3脂肪酸的食物 我們就很推薦 那包括一些深海魚 秋刀魚 青魚 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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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軟磷子是脂肪的一種 其實它是一個負荷物 裡面你如果只去看它的主成物 包括磷子質 膽鹼 然後有一些脂肪酸 必須脂肪酸 它本身為什麼跟腦部有關係 是因為我們所有的細胞 的細胞膜都是磷子質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腦細胞的主成物 原料 所以當我們退化 你就是補原料給它 它能夠再修復 所以它就能夠提供一個修復的功能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這個膽鹼 膽鹼本身它可以在我們身體裡面 變為乙烯膽鹼 乙烯膽也是細胞跟細胞傳遞的化學物質 所以當你有給它原料 它化學傳遞的好 神經傳遞的好 所以讓你的思路 記憶力 專注力 其實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什麼東西會有軟磷子呢 一般來講 黃豆 雞蛋跟豆腐 就是黃豆製品裡頭 大概你都可以吃得到軟磷子 所以這個也是很好的 而且因為它是植物性的東西 不含有膽固醇 對 講到軟磷子 好像楊教授也有研究 它是不是我們講是PS是不是 對 PS 它本身就是大豆裡面含有軟磷子 軟磷子是一個混合物 所以裡面的其中一個叫做 磷子酸 磷子酸膽 只是它會慢慢分解出來的 它裡面含很多很多的一些物質 這些物質對神經的一些傳導是有幫助的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要選擇一些 應該是說顧腦的食物 最好要有這個PS是不是 對不對 PS應該是最終進入我們腦部裡面的作用的物質 對 那你從食物裡面來的話 大概就是這個軟磷子 OK 好 那另外就是B群 是 那B群最主要是我們發覺 不管是液酸B6 B12 都跟我們血液裡面的半酮光氨酸的濃度有關係 那半酮光氨酸的話越高 事實上就會影響到我們的血液循環 包括我們心血管疾病 腦部的疾病腦中風那一類的都會影響 所以我們就發覺 你如果日常生活飲食裡面 把維生素B群補足了 事實上你的半酮光氨酸的濃度會降低 那你的失智的機率就下降 像有很多上班族就是都吞B群這樣就對了 是嗎 對 其實我們還是建議從日常食物裡面來 食物來 好 好 那哪些食物有呢 一般就是全股類 糙米其實滿豐富的 是 糙米 燕麥 其實全股類都有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剛才有跟大家分享說 其實身體會發生很多疾病 都跟發炎有關係 那這個發炎主要是 因為我們可能身體攝取太多的自由基 或者是自己製造太多自由基 攻擊自己的細胞 那假設我身體裡面 可以多一些抗氧化的維生素 或者是一些質化素 它就有可能把這些自由基清除掉 那就可以消除發炎的狀態 那有哪些東西可以幫助我們 做這樣的動作 像我們的維生素ACE 還有像薑黃素 一些質化素的物質 都可以做到這樣子的效果 特別我想跟大家分享薑黃 好 薑黃 因為薑黃事實上最近有一些報告 是特別有講出來說 它可以抑制類澱粉蛋白 在海馬茴的沉澱 因為我們發覺很多失智症的患者 是因為海馬茴有類澱粉在裡面沉澱 所以我們發覺有一些報告出來了 薑黃它是可以抑制 也就是說它可以延緩海馬茴的退化 所以慢慢這些食物都是被用來 就是預防失智症的患者的時候 我們會建議使用的一些食材 好 特別中秋節剛剛過 家裡面如果很多柚子的話 特別是有高血壓的人吃柚子 要注意一下 我特別請黃索老師提醒大家一下 因為一般來講 柚子就跟我們的葡萄柚一樣 就柚科類的柚 對 因為我在服用 降血壓的藥物的時候 事實上因為它裡面的一個化學物質 會延緩這個高血壓藥物 在肝臟裡面的代謝 所以你吃很多的柚子 或是吃很多葡萄柚 那個藥物就代謝不了 它就會在肝臟裡面堆積 反而會 對 那個藥物的作用會影響到 所以就提醒大家 如果有服用 長期在服用高血壓藥物的話 大概這個水果 就可能要少吃 對 柚科就柚子葡萄柚 這個就經常避開 好 那特別是加碼 跟大家講一下 對 那老師請回座 J老師的早餐有符合這個嗎 非常符合 我的早餐有煙麥嘛 對不對 對 很好 然後有堅果嘛 對不對 然後我有為了女性的保健 對 泌尿道的 對 預防感染 真的有用 我吃了就不會癢 真的喔 真的有用 然後我就是把它們這樣 譬如說這個這樣倒進來 差不多這樣一碗 然後因為這個 我有點失智的樣子 等一下 小心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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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多吃一點 這個叫緊張音質 對 鄉弄想不起來 鄉弄想不起來 這樣還好啦 對 再把牛奶倒進去 加一點牛奶 對 所以除了老師 現在加牛奶OK 還是加幼兒五比較好 我會建議加豆漿 對嘛 那要補腦的話 對啊 因為要改掉 軟靈質 適時來補充軟靈質 可以讓我們的大腦 不會那麼健忘 甚至防失智就對了 好 所以等一下 我們要請楊廖壽提供 漢方怎麼樣來補腦 還有有獎針達 要告訴你 要拿好禮 千萬別找開